龙一熙白露传的古装长月精明剧情发展的高潮 两人虐恋来到第三世 龙一熙摄影的残台镜 就像要追回白露胜的黎素素 剧情由虐转田 看透失足 剧组释出两人高甜 吻熙花絮 只见龙一熙把白露按在石头上狂吻 长达15秒的吻熙 让不上网友知乎非常过瘾 长月精明播出以来 热度持续霸评 龙一熙白露的微波更是涨粉超过30万人 虽然稍微完结 但播放量突破16亿 比起成效已完结的人生之路 14亿还高出许多 综艺系更是连续三周 霸占角色肉度第一名 被以为是近三年的古装霸主 当之无愧 长月精明最新剧情中 谭台镜与李苏苏经过500年的时光 两人分辨以不同的身份再度相遇 但只有双方记得超越百年之间的记忆 身旁的人完全不知 谭台镜与魔神的关联 李苏苏原本不想与谭台镜相认 但谭台镜决心追回李苏苏 情话京剧更是不断 不仅直接称呼李苏苏为爱慕之人 还被李苏苏吐槽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非常粘人 展现满满的坠砌决心 另外剧组释出两人冲锋后的吻西花絮 只见露云西要亲吻白露前不断传摸走位 也怕白露被身旁的石头造紧给割伤 用右手贴心的扶着她的头 还要试试用左手扶着石头 避免白露背部被石头挤压 最终吻西呈现出来的画面既为美又浪漫 让不少网友分为直呼 都给我看 卢云西这个手 卢云西好会轻 速得我腿软 这么甜语的吻西 只有卢云西和白露 甚至还有网友喊话 老卢 你再主动点 你和白露在一起原地结婚吧 求求你们了 网友们都知道 在长月静谜之前 卢云西和白露就算一起合作过 半是蜜糖半是商 不过蜜糖里的吻西 可比长月静谜里激烈多了 字数和花样也多出许多 网云西曾在半是蜜糖半是商的一次采访中 提到过和白露的吻西 他说他作为一个男演员 要和一个女演员拍这么多场吻西 心里是有包袱的 他非常感谢白露的配合和理解 当时他和白露刚开始拍的吻西导演 不是很满意 觉得差了那么一点意思 然后白露连夜 搜紧了许多韩剧的吻西视频 给他发了过去 还对他说 罗老师你去学一学吧 看看人家是怎么亲的 罗云西看了那些视频之后 发现韩剧里的男演员 吻得很好看 柔情似水 满含感情 他很男人 他觉得很好 然后就学了起来 之后便开始突飞猛进了 白露也在这次采访中 笑着对罗云西说 那你应该十分感谢 我给你发的那些教学视频吧 罗云西点头称是 作为观众 看了半是蜜糖半是商的拍摄花絮 你就会发现 他们在片场非常欢乐 上一秒还轻易绵绵的在吻在一起 下一秒导演一声 咔就飞快的分开了 而且白露模型的哈哈哈哈声 还在片场不时的响起 所以与其说 他们有情侣般的感情与爱意 不如说是好友间的搞怪和笑闹 那么罗云西和白露 亲吻了很多次 他们吻出真感情了吗 小编认为 他们的感情是真的 但是却和爱情无关 他们的关系扑朔迷离 引人瑕疵 但是仔细看过一些采访和花絮 还是能够总结出他们的相处状态的 他们比一般的朋友要亲密 但是距离爱情还很遥远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用这八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那就是 有达以上 恋人未满 和他们做出的吻戏一样 总就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 《长月静明》还没完结 罗云西的下一部剧 《严心记》也已经官宣开机 这部剧是一部古装探剧 由罗云西 宋毅领先主演 两位都是古装领域中的佼佼者 这次在新剧中 罗云西饰演 患脸盲症的傲娇郡王兼总捕头江星白 看这个人是还十分讨喜的 相比于在《长月静明》中 他一人分射三角的人物来说 这个角色还是更加贴合事迹 更加刚整不恶 女主宋毅在这部剧中饰演的是 会用一绒术变身的江湖游艺 闫南星 《海报》中十分的温婉大气 而这个角色和男主一样 十分的带有看点 一个是脸盲着 一个是每个月都会变身的英女 从这个角色设定来看 这部剧就十分的让人期待呀 而宋毅出演的追续 《青余年》 《风起洛阳》等多部古装剧 每一个角色都是有特点 且十分圈粉的 古装扮相的他 也曾被不少人誉为古装美人 这次和罗云西合作 简直是一个眼狗天堂的即时感呀 看完主演的人物海报后 不少网友都把该剧组的演员 称之为全员古代人 造型非常示威的同时 演技也是非常在线的 如果男女主不是罗云西和宋毅 小编相信 一定压不住这群高颜值 抢劲配角团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陈瑶 陈瑶可以说是一位 有颜又有演技的一位小花 虽然之前是被制作团队 耽误许久的典范之一 但是自身的演技 也是不可磨灭的存在 无论是在《无星法师》中 饰演的暗黑小萝莉 月起罗一角 《青秋湖传说》中的 《虎女花月》 还是《青满九道湾》中的 石小娜 都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而如今在《严信记》这部剧中 出演江苏罗 是男主江星版的妹妹 也是一个出身高贵 聪慧玲珑的人 母亲对于哥哥的偏爱 让他极度不满 慢慢地在众人的眼前 变成了掌握命运的人 从这个角色描述来看 陈瑶的这个角色 后期是很有可能 从一个温柔的乖乖女 变成一个狠角色的人 还是十分有看点的 并且在这部剧中 这是罗云熙和陈瑶的二搭戏 无论是配合度还是演技 都不会令我们所失望 二 陈磊 陈磊虽然出道时间不长 但是出演的作品却是甚多 但是仔细看 众多都是小制作 小成本的网剧 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 在这些网剧中 成了也能脱颖而出 也被不少网友们称之为 短剧界的颜值男主 在这部剧中 出演少年将军 伤别离 从发布的海报来看 一身黑色服装 有着十分的桀骜不驯之气 期待有他出演热血少年将军 会有一番什么滋味吧 三 黄日盈 同为网剧出身的黄日盈 凭借着惹不起的殿下大人 错架 世子妃等多部网剧 出现在观众的视线中 虽然出演的剧 不是小成本网剧 就是连浮花道都仅有一套的剧 但是就在这众多不好因素之下 黄日盈还是凭借着自身的长相 让观众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这次在剧中 饰演的是女二 佟塞尔 从发布的海报来看 黄日盈金浙的年代与古装扮相十分的契合 并且在没有过多头饰和妆容的装饰下 也想得十分诱态和灵动 这次可以出演大制作剧本 相信他会给观众们再次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 谷子诚 谷子诚 19年凭借着生活队伍下手了 二 正式进入演艺圈 好 陋陋续续也出演过几部小网剧 可以说是这几个演员中经验最少 年龄最小的一位 但是纵看《严新记》发布的海报 谷子诚的古装幻想还十分不错的 在剧中也是男三的戏份 希望在这部剧中可以看到这位信任演员的演技吧 而且这部剧由半世蜜糖半世商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的导演 于中中之导 编剧为东宫 夜旅人的编剧胡蓉 更值得一提的是 负责美术以及辅导化的 都是曾合作过《甄嬛传》 《引起攻略》 《安乐传》 《折腰》等剧的 虽然几位配角都是网剧出身 但是可以说几位 凭借着自己所积累的演习经验 在这部剧中 终于可以大放光彩了 并且这部剧是一部S加级别的大制作剧本 无论是辅导化 还是制作班底 都有着一定的保障 所以这部剧刚刚开启 不少网友就在喊话 赶紧播 数十上人期待住了 《严谣正》 《变身术》的角色设定 你觉得怎么样呢 你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 你觉得配角团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